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牽著黑狗過馬路 突然間右方一台機車高速衝過來 直接撞上小黑狗 接著連人帶車慘摔噴飛 還擦撞到一部小黃計程車 而當時牽狗的男子情緒卻超級淡定 慢慢走到一旁 雖然不追究少年的責任 不過警方到場處理發現 這名機車騎士根本就無罩 事件就發生在新北市三峽區 這名少年跟朋友借車 不管天雨路滑橫衝直撞 果真是釀了貨 而且警方還查出他在五年內 二度無罩駕車 依規定開罰最重24000元 而他撞上斑馬線的小狗 波及路人沒禮讓的行軌 也被開罰1200元